小女孩被贵族收养,却只想要回去小村庄生活,为此得了奇怪的病,本期的一个带来电影《海地和爷爷》。 海地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,但是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。 索性海地的姨母德特收留了这个小女孩,可惜好景不长,德特要去外地工作,没办法再带着海地。 所以德特带着她来了海地爷爷余丽的住所,希望余丽收留她,余丽是一个比较孤僻的老爷爷,村里的人都不是很喜欢她。 所以她搬到了山上,一个人住,放放羊坐坐木工为生,海地第一次与余丽见面的时候,余丽并不友善,她知道了海地的身世,却还是呵斥着让她离开。 可是德特已经下定了决心,所以留下了海地自己走了,余丽无奈,只好让海地留下。 隔天余丽就带海地去找了牧师,希望牧师找人收养海地,但是牧师说需要三天之后,而这几天就只能由余丽照顾着海地,于是两个人又重新回到了山上。 海地开始了一段短暂又美好的生活,第二天余丽家里来了一个放羊的小男孩皮特。 余丽让皮特带着海地放羊,皮特答应了,海地在山上玩得很开心,但是皮特却兴趣缺缺。 山上的景观,她早看腻了,现在她更感兴趣的是海地的午餐。 这时羊群中有两只羊打了起来,皮特愤怒地鞭打着这两只羊,并呵斥着让他们分开。 海地不忍心看着小羊挨打,所以她用自己一半的午餐交换皮特以后不打羊群的承诺。 自此两个小孩子成为了好朋友,皮特带海地去看山上有趣的小动物,而海地则分享自己的午餐。 不过皮特在分别之前却告诉海地,余丽并不友好,她杀过人,这样海地感到了恐惧。 而这种情绪又被余丽看了出来,她告诉海地,不要随便相信别人的话,要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去感受这个世界。 海地想了想,还是更愿意相信照顾着自己的爷爷,于是她抱了抱羽丽,并兴奋地回去睡觉,没有一点害怕。 这个举动让羽丽感到了一股温暖和幸福,她第一次真心地接受了海地这个可爱勇敢的小孙女。 很快三天时间就到了,海地还以为自己即将离开,皮特也以为自己好不容易交道的好友就要走了。 但是当海地回家,却看到了于丽给自己做的新椅子,于丽告诉海地,她可以不用离开了,这样海地开心极了,她可以每天上山玩耍了。 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一个夏天,皮特突然告诉海地,自己可能不会再来放羊了,因为她要去学校学习,等第二年春天才会回来。 但她邀请海地去她山下的家里玩耍,还说自己的奶奶一定会很乐意见到海地的。 没有了皮特的陪伴,海地有些寂寞,但是冬天,她没办法自己一个人下山,爷爷似乎也没有想让她去上学,所以海地的心情一直都不是很明媚。 于丽知道后拿出自己珍藏的雪橇,送海地去了皮特家里。 海地终于见到了皮特和皮特失明的奶奶。 海地知道皮特奶奶哑口不好,甚至没办法吃比较硬的面包之后,突然觉得自己和爷爷过得挺幸福的,毕竟他们都很健康。 很快第二年春天就到了,德特又回来了。 她说在城里给海地找了一户非常合适的人家,想要把海地带走,接受教育,但是于丽并不同意,她赶走了德特。 可是没料到德特直接到山上把海地带走了,等于丽知道已经晚了,她连和海地道别的机会都没有,就重新回到了独自一人的生活。 在看海地这边,她被催促着搭上火车乘上马车,在德特的带领下来到了赛瑟曼先生的家里,成为了小姐的半读。 在这里海地认识了严格优雅的女管家,友善能干的男管家,还有美丽但是不能走路的小姐克拉拉。 在新家里,女管家对海地非常严厉,让她一举一动都要遵守规矩,并且不让海地外出玩耍,每天都需要在家里学习。 但是海地之前没上过学,所以学起来非常吃力,这让女管家更加不满意,有心想要送走海地。 当然海地也不愿意留下,她试图自己回家,但是被女管家阻止了,甚至因此让克拉拉很伤心,所以她只好继续留下来做半读。 很快,出差的赛瑟曼先生回来了,还带来了克拉拉的奶奶。 克拉拉的奶奶是一个慈祥睿智的老人,她通过故事书了解海地,并鼓励海地好好学习认字,这样以后可以自己看故事书。 这样海地产生了兴趣,并开始为之努力,用让人惊喜的速度识字读书,甚至可以独立朗读故事书。 同一时间,赛瑟曼先生的家里发生了一件怪事,到了夜晚,家里的大门会被无故打开,门外会传来奇怪的声音,像是闹鬼,用人们很害怕。 但是赛瑟曼先生不信,所以他和一个医生好友约好首夜一探究竟。 几天过后,门外又有奇怪的声音传来,他们走过去一看发现是海地梦游了,医生没有惊醒海地,而是等他自然醒了之后与他谈心。 这才知道海地是因为太想念爷爷了,所以才会产生梦游的症状。 于是医生只好建议赛瑟曼先生送走海地,为了海地的健康,赛瑟曼先生只好送他回家,哪怕自己的女儿哭闹着不同意,海地回到了村庄,给皮特一家带来了礼物,然而便迫不及待地回到了爷爷家里。 当于丽看到海地的身影时,惊喜与激动瞬间涌上脑海,热泪盈眶地把海地抱在了怀里。 海地又过起了无拘无束的生活,不过冬天他们从山上搬到了村子里住,这样海地就可以去学校上学了。 闲暇时海地会给克拉拉写信,希望克拉拉可以来看看她。 收到海地的信,克拉拉在奶奶的鼓励下骑程,来到了海地的家里。 海地热情地接待了克拉拉,同克拉拉一起玩耍,这样被忽略的皮特有些不开心,于是他弄坏了克拉拉的轮椅,这样克拉拉就只能坐着不动了。 于丽知道实情,于是亲自把克拉拉背上山,让她亲眼看看山上的美丽景观,并嘱咐有些内疚的皮特照顾着两个小女孩。 静坐山中的克拉拉,被这山里的盎然生机所征服,大概被困在城市里的小姐们都未曾看过这种壮观与美丽。 忽然一只蝴蝶偏偏飞来,落在克拉拉没有办法移动的脚上,又慢慢地飞走。 克拉拉想要抓住这只蝴蝶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,却没摔倒。 原来克拉拉是可以走路的,只是母亲的去世而受到了打击,所以变得不良于行。 而现在她似乎克服了这种悲伤,可以重新站起来了。 当克拉拉的父亲和奶奶来山中接她,看到可以走路的克拉拉时,也是欣喜若狂。 或许在他们眼中,这就是一个奇迹。 在一起的时光总是短暂而快乐的,两个小女孩又要分开了。 不过这一次见面,给两人带来了无尽的勇气和希望。 克拉拉重新开始行走,可以外出结交更多的朋友。 而海地在奶奶的鼓励下,则开始完成她的另一个心愿,写故事。 世界上有那么多人,就一定会有不同的观念和认知。 所以我们可千万不要被人的言语所误导,更不要怕被误会。 因为面对这个缤纷的世界,我们一定能够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,用自己的耳朵去听,用自己的心去感受。 是非黑白,善恶美丑,都能由我们自己来判断,那才是真正的自由与美好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,我是丽哥,愿做灯展,照亮你心。